刘梅院的英文教室 成语 照剧篇第100集 我们来学每一集 学五个成语 这个学五个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dvice when most needed is least heated Advice when most needed is least heated Pack it in Pack it in 這幾個 再看一次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dvice when most needed is least heated Pack it in Pack it in 比如我們造句 我們可以說 我們這個隊啊 我們的籃球隊 棒球隊啊 獲勝機會不大 但是我們這樣放手一搏 我們可以用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你要注意 中言利爾 這句名言 我們可以用 Advice when most needed is least heated 這棟綜合大樓被警方封鎖了 可以用seal off 如果你想要人員好就要規矩一點 Mind wise peace and cute 至於為什麼要用這樣的一個成語 這個字來龍去脈 好 我們待會兒講一下 我們都很累了 所以到此為止吧 可以寫 Pack it in 好 我們看看什麼意思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他的意思是 You need to emphasize that what you do is more important and show your intentions and feelings more clearly than what you are 你說呢 去強調呢 用說的去強調一些事情呢 然後呢 What do you do 就是你真正實際上做的是更重要的 就比說的更重要 然後呢 shows your intention 要表示出的企圖性的意圖 and feeling的感覺 的感情 more clearly than what you say 要比你說的要更清楚一點 這個意思 那我們中文怎麼翻呢 就是說 事實甚於雄辨 或者用行動來證明 So to emphasize that what you do is more important and show your intentions and feelings more clearly than what you said 嘴巴假的沒用 就看你做 或者我們講聽其言 觀其心 所以這個叫諺語 它不只是成語 所以這個字串 這個片語叫phrase 像一般的成語叫idiom 像這種已經是 已經是更進一步叫proverb 而字串或片語沒有什麼意思 就排列組合而已 那成語呢就是不能動 有固定的意思 而且跟字面上意思不太一樣 那成語 那個諺語的話 就是千錘百戀啦 這個經過千百年來的驗證 還有多了一個智慧之言這個意思 那Advice when 這個也是成語 也是諺語 Advice when most needed is least needed to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it Advice就是你最需要的時候 但是你卻不太注意 你需要的時候 最不怎麼樣的 你最不去heat是注意 你最需要的時候你又不注意 這個我們中文怎麼講呢 叫中言逆耳 良藥苦口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需要 to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it 你必須要更謹慎一點 更虛心一點 這個意思 seal off 就是surround to a close tightly 就是包起來包圍起來或者關起來 很緊的 就是我們一般講說包圍 封鎖 那我們一般講封鎖 封鎖用的比較多一點 seal它的意思很多 它本來是名字海報啦 印章啦 一大堆 它也可以當動詞 動詞就是那個 那個把章蓋下去 seal off 那off就是離開啦 它這個介系詞就是遠離開 或者是下班 很多意思 所以介系詞的意思最多最複雜 就是把它那個seal 就是封鎖起來的意思 seal 然後那個might wants peace and cue 這個比較特殊 就be careful about what one says or does 就是你要很注意 這個what one says 就是人家說什麼做什麼 你要很仔細的 might 要注意你的peace and cues peace and cues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說那個英文字 後面有時候要打一個這個 打一個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呢 就比如說所有格啦 所有格 你要是這個忘了打 意思就不一樣 所以就打這個 像這個豆號一樣 打在上面呢 要很小心很仔細 你也不能low 你也不能打到p 也不能打到p前面 也不能打s後面 就要很小心謹慎 所以我們一般 比較常講的就是要很小心謹慎 或者謹言慎行這個意思 你看要打這個豆點 上面的豆點 這個要很小心 它是從這個意思過來的 所以這個蠻特殊的 蠻有意思 但是你能夠用出來的話 老外會嚇一跳 pick it in stop doing something pick本來是打包的意思 把它打包打進去 但是它的意思反而變成 不要去做某些事情 所以這五個成語 所以有些東西不好猜 成語不好猜 那片語是一看一目了然 而諦語大概也好猜 有些好猜 有些不好猜 但諦語是因為有智慧的結晶 所以成語 很多成語是猜不到的 像你說might was p's and q's 這怎麼猜 猜不到 好 Which are thing 你說得鐘 我們來造句 這一目了然 這個不ieren 劉福 你這麼行 搞個勉強 我們來作句 這他一目了然 我们这个队呢 比较弱 获胜的机会不大 但我们人会放手一搏 我们可以这样写 只有我自己造的句子 你也可以去造你的句子 Our team is not expected to win But we believe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我们这个队呢 我们这个队伍篮球队 棒球队呢 赢的机会不大 并不被预期会赢 弱一点 但是我们相信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胜于雄变 或者说行动胜于言语 但我们这边说放手一搏 让事实 就是说让事实来证明 我们获胜机会不大 但是求是语言的 就很多种方法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英文这个语言没有标准答案 放手一搏 我们说这个求是语言的 一切还不能盖管论定 事实胜于雄变 随便你讲 反正人家听得懂 可以接受就OK 你要注意中言力 这句名言 你要多注意这句话 因为你不太听人家讲话 你不虚心 你当马尔东风 你要注意中言力 这句话 你最应该要听的时候 你反而是会忽略它 不听 我们一般叫中言力 或者是刚才讲的英文 你要更小心一点 你要更仔细一点 你要多提人家讲话 所以这个就很好用 这种综合大楼被警方封锁了 可以 connecting to albust 这种核心多都被警方封锁了 被警方封锁了 守护为警方封锁了 这是几个名字 没有复数 是封锁的 那com anything 一般的建筑是什么的 一般的建筑是建筑物 传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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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这个私人,有这个公司 所以叫复合大楼 甚至搞不好大一点,还有游乐场 还有什么一大堆东西,Pachinko 什么假娃娃机一堆的 这叫重复合性大楼 如果你想要人员 叫规矩点 If you want to be welcome You should mind your peace and peace 你说这个东西 有两个动词 因为EF是连接词 重属连接词 所以它带出来的是叫子句 后面才是真正的 像EF这种东西 If you want to be welcome You should mind your peace and peace 你要注意 点这个 标点符号很小心 就是你要规矩一点,谨慎一点 小心一点,谨言盛行 不要乱讲话,不然的话很容易得罪人 这个意思,所以这么多很好用 这种成语,就是看你会不会用 平常你不知道,但看我这个视频 你就可以,至少人家以后用出来 你就知道 如果你能够用,那就更厉害 我们都很累了 所以到此为止 We have time, so let's pack it 这个是let's 是letters,简写 so letters pack it in here 这就是 这也算有点像礼语 所以还有一种叫礼语 就是它那个,讲的好像不是很正式的 可是它有它的意思 所以老外很多喜欢讲礼语 就像我们有时候也是 讲中文,讲台湾话 也是有很多礼语 We have time, so let's pick it in here 所以这种就是 不一定是很正式的 就是大家讲习惯 这是我12个YouTube频道 好,那我们再把这些 念一下,这些词语 以后你就至少知道了 能够用出来更好 Our team is not expected to win But we believe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You should beware the words Advised when most needed is least heated List is最少的 最不被重视的意思 This campan building will seal off by the police If you want to be welcome, you should mind your P's and Q's 这个很特殊 这个成语很特殊 用起来的话会吓到人 We have time, so let's pick it in here 就是这五个 这五个成语 我们就可以学到五个成语 这集讲到这里